原文在俗就书接上一会 今天玉罗沙和小燕去到茶居坐落 就发觉身边有很多学武之人 他们两个就扮了主博二人 尤其小燕说得很天真 引到旁边的人卡卡笑 其中有个书生就发觉玉罗沙的行装里面有把剑 所以走过来问他是不是学过武 想请教是练哪一门派的武功那样 玉罗沙听这一问就说了 人兄 你不要听我的书和乱说 在下没学过武的 哦 那你身边不是有把剑吗 人兄见笑 那个是在下防身之用的 在路上也装一下胆 我们一届书生 哪是讲话学过武的 啊 点了这个小燕 真是多口了 他跟着说 大少爷 你武剑武都很好看的 为什么说没学过武呢 收声 这一会儿道姑就说了 哥仔 你现在大少爷怎么练剑啊 我 我就说不出怎么练 总之很好看的 有什么白蛇吐蟀 丹凤朝阳 雪花风顶 很多好听的名字 再再都武林人士一听 个个都掩着他嘴笑 因为这些名称呢 其实都是江湖上卖艺人 花拳瘦腿功夫 好看就不好用 最多是健身的 不上阵子交不了风的嘛 这就是中年男人笑着说了 那割下的宝剑 可不可以让我看看呢 这种东西欲罗沙就为难了 防身的兵器 没什么可能 被素不相识的人去看的嘛 因为他那把剑 就不同一般人的嘛 稍微学过武功的人一看 就穿布的啦 就算欲罗沙的人很聪明 但现在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是小燕他又说了 大少爷 给人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呢 说完 他主动在欲罗沙的行囊里面 连剑大剑潮一起拿出来 跟着出力 想拔把剑出来了 吓 怎么着凑得凑 拔不出 他就说 大少爷 为什么拔不出 是不是生出兽啊 哦 是啊 大少爷 你出门这么久 床头都没拔过出来 怪不得生兽啦 那些人听 又是笑的 真是眼是水得出 你事上啊 一个学武之人 有什么理由 让自己把剑 在剑潮里面 生寿 道理的 唉 不用心了 这两个肯定 不是武林中人 只是背着剑 扮一下款的 的确以前明朝的一般书生 都喜欢像唐代大师人李伯 背着剑出油的风格 往往带着剑 背着琴 出门软油 显示自己的文武相传 这时候的中年男人就笑 让我看看 这剑是不是真的生了手 大爷 你看看 小燕把剑就递过去了 那中年人接过把剑 出来一拔 咦 真是拔不出 他又是暗运力 再拔都拔不出 哈哈 他哪知道呢 那个古灵精鬼的小燕 暗中已经做了手脚 他的暗运九阳振弓 几乎将剑和剑潮 好像融在一起 这个中年人是怎么拔得出呢 他拔都拔不出 就对玉罗沙说了 嘿 我也搞他不行 看来拐一下你这把剑 生手都很交关 不用得了 换个把 如果不是 真是路上有什么事 害了你而已 玉罗沙就不明白 有没有理由我把剑拔不出呢 他最望小燕的衰样 嗯 你可不是那妹子做了手脚 现在听个中年男人这么说了 马上夹夹于面红红就说 人兄说得对 看来 我们去到成都都要换个把了 要不然 只能被人耻笑而已 小燕就说了 大少爷啊 我们真的不跟他们去青城山玩的了 什么你没听过青城山很危险吗 这么多人都去了 怕什么呢 难道青城山有妖怪吗 哥哥仔又说得没错了 青城山啊 可能真的有妖怪啊 真的有妖怪啊 什么妖怪啊 我怕的 九幽小怪咯 那你是不是怕先 啊 九幽小怪啊 你们不怕啊 啊 难道你们去青城山捉妖的 嘿嘿嘿 没错 我们这帮人都是去捉妖的 是啊 你们怎么捉啊 是不是切坛打枽 请那些天兵天将来捉啊 是啊是啊 就是这样了 小燕好得戏啊 因为听说捉狗幽小怪啊 嘿呀 怎么搞错 他对玉罗实纳说了 大少爷啊 我们从来都没见过妖怪的 更加没见过天兵天长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啊 玉罗实纳好笑 啊 你这妹妹 人家要捉你啊 你还去看 现在炸鸡一刻在他面来说 你收声行不行啊 你真是严命长啊 你 阿哥仔 这个狗幽小怪的个好得人害怕的 杀人好像疯了那样 万一我们捉不到啊 你和我们去 不就只会害了你 你们捉不到就更危险 没办法啦 如果我们捉不到就应命啦 鬼叫我们没本事啊 杜姑姑啊 你心里这么好 小怪不会害你的 哦 那就多谢你这么好心啦 就在这一阵 突然间酒店门口就来了一顶香软轿 有四条大汗就抬着的 那顶软轿的后边 就跟着四位奇装异服 新配尼检 打大赤脚的美女 那我开头说过 另外有张台上面坐着三个人 有两个老伯就很矮的 你现在那两个矮的老伯 其中一个突然间就说了 又是这个老毒物啊 喂 我们避开一下先 不要被他身上的毒 刺到我们就糟了 说完 放下一顶银两 起身叫店小仪就埋单了 欲罗杀这阵用物音入 以至宫对小仁来说 小兄弟 因着啊 坐轿那个恐怕 就是苗疆九龙门的掌门人 九龙婆婆 我虽然老老来了 一般九龙门的人 除了他 没有那么大气派的了 真的啊 他来了更好啊 我正好追问他 为什么派人在重判 暗算姐姐和柳掌门的事 你千万不要这样啊 小兄弟 这里恐怕不是文化的地方啊 行了 我自有分寸 果然 在他远矫里面就走出一位白发瘡瘡 但是面如铜颜的八爷婆 他那身打扮下 不伦不累 官服就不像官服 道庄就不像道庄 但是手上 脚上 和颈那里呢 就带了很多金银色物 走起来 凌凌浪浪的响 就好像我们现在 苗族的那些女生 这么打扮 她手动了一条 雕刻着有九条盆龙的拐掌 还是龙头拐掌 加上后面那四位苗族女生 更加晓得招摇 她一出来 用那对很敏烈的目光 四围瞎了眼 你说被她瞎了那些人 都会不由自主打个冷震 也就是说 这个白爷婆的内功 修炼到上城的景地 这个白爷婆正想走 啊 遇到那两个矮小的老伯 和那个整座铁塔的男人 走出店门 这个白爷婆笑着就说 喂 干嘛 罗浮二隐一潮 什么见到老伯就要走嘛 啊 原来这两个老伯 和那个大舅人 竟然就是罗浮山的商隐峡 和潮峡 那罗浮的商隐一潮呢 在武林中都很有名气 不过他们一向就很少去中原活动 想不到今次都来四川参加会盟 这阵旁边的老伯就说了 阿桑老奴 我们三个呢 实在有五感接近你 只怕不知道几时 你身上的毒物呢 会莫名其妙 拉到我们身上 是吗 那不是说你们罗浮山的白草幽 不怕老身的毒物呢 桑老老你就说笑了 我们的白草幽呢 不过可以知一般的伤风感冒 怎么敢和你的毒物对抗呢 哈 这个白草幽都没讲完 突然间身上出现了五六条红色的白竹仔 那老伯一阵就说你 大家看 哎呀 看无动得起 这个死人白草婆 都不见她怎么出手 过得有毒物就拉到人家身上了 你看这阵的桑老老就说了 哎呀 为什么老身那几条宝贝的东西 去了你身上的 他没有咬你 说完他轮转身 对后面的女孩说 啊青儿 快点去将那几个臭小孩捉回来 不要吓人 怎么知道他老伯不出声说 多谢了 他身体一拼 那四五条白竹被他拍打到地 不单止打下来 不懂得动 就是死了 白草婆面色都变了 抓住拐中有点震 那白草公跟着卡卡笑 哈哈哈哈 桑老老 不要紧了 大概是你的宝贝仔 闻到老虎身上的白草有气味 混了而已 哎呀 我们走 我们走 说有什么 三条人已经 已经飙到很远了 那个白草婆怎么会让他们走啊 你三个人就走 谁知白草公走得很远 笑着说 桑老老 我们去青城山再见 玉罗撒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想不到罗浮二隐 这轻功这么好的 尤其那位身材灰烘的朝夫 他轻功都不在二隐之下 小言这轻轻轻就对玉罗撒说 大少爷 你看看这个白草婆 像不像个老妖怪啊 不要乱说话了 忍着让她听到啊 谁知就让这个白草婆听到 他转过头望着小言来说 小文仔 你正说说什么啊 我 我没有说话啊 你说老身像个老妖怪啊 木母啊 嘿嘿嘿 没错 你老身就是个老妖怪 他咳咳一声而已 小言的大腿里 突然间就拉到一条青色的蛇仔 哎呀 死了 这件事自到小言 本来他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蛇的 他一见到大叫 哎呀 蛇呀 蛇呀 突杀时间 眼前白光一闪 那条蛇仔突然间断了几条 跌倒了落地 小言一望 哦 原来这个道姑救了他 这阵道姑把那宝剑 已经收份入剑销了 不用问了 一定是正说他把那把宝剑 把那条蛇斩断 他好多谢这位道姑 也都黯黯佩服他出手不足 飞剑斩蛇 不单是闪电那么快 也一点都没有画穿自己的褲 都算是一流上性兼述 但毕在现在这个丧老佬就死了 两次出手都碎了 面色更难看 他现在用张眼挖着那道姑就说 什么你要管老身的闲事吗 那道姑就说 桑掌门 小蚊子的东西 他说话而已 你何必计较而已 放过他吧 嘿嘿 难道你不知道老身 不喜欢这么做的吗 桑老老你的气量 不会这么狭窄吧 要不然 怎么能成为一派宗师呢 这么说 你想教训老身 不敢啊 我只不过呢 奉劝桑老老 不要跟他小蚊子过不去 嘿嘿嘿 奴劝桑 都要跟他过不去 那又怎样啊 那么 我唯有先领教桑老老的高招 撑一声 道姑说完 脑马剑就拔出来了 欲罗实马上站起身 向着桑老老 我作了一句话说 老夫人 都是在下小戒 一时失言 现在在下向你赔罪了 望老夫人 你宽黄大量 放过我们一次 桑老老老 就说 他说 受财 这里没有你的事 你站在一边 道姑都说 公子 你带着你哥哥走 这是没有临终的事 你想化解 化解不了的 嘿嘿嘿 这个小蚊子 他刚才得罪了我 他走得到吗 欲罗实问 老夫人 那你想怎样 没有 我想叫那个小蚊子 服侍老身三年 三年中 若我老身 满意乐 那他就不用死 你 你给我服侍这三年 没错 如果我不肯 欲罗实叹了一声就说 然而 鬼叫你乱说话吗 现在闯了大祸 连累了这位仙姑 然而 那你就跟这个老夫人去 不要害了仙姑 我不去 我不去 这个八一婆 全身都是白竹毒蛇 我不让她吓死 我都会吐死 我不跟她去 嘿嘿嘿 小蚊子 这样就不由得你了 道姑就说 桑老老 你都还没问过我这把剑 什么叫就由不由得她 那如果你输了又怎样呢 我输了 这件事我当然是不管了 嘿嘿嘿 不管就行了吗 桑老老 那你想怎样呢 你如果输了 你就跟这个小蚊子一样 做老身的老皮 是呀 是吗 我万一赢了 那你又怎样呢 我老身 拍拍手 就扯了 不再出现江湖 好不好 我们就在这里交手吗 不在这里都行 去全边无人的地方 好不好 这阵的中年男人就说了 喂 我说两位何必为个小蚊子来的争执呢 大家都一起青城山 共商铲除狗幽小怪才是大事 现在狗幽小怪未除 两位先打起来 不怕人家耻笑吗 你只是道姑就说 江湖兄 青城会盟 我不想参加了 咦 为什么 我免得跟这个白爷婆一起 有她在这里 我绝对不参加 嘿嘿嘿 你都差不多成为老身的一个奴匹乐 你有资格参加回盟吗 今天道姑 中年男人 我不是说过 还有一个少年人吗 他一直都没出声 现在忍不住了 他沸然大怒就说 白爷婆 你太目中无人了 到时 彭姐姐不杀你 我都要杀你 他这样说 我真的 眼光晶光四射 好 好 绵山双峡 那你们就联手齐上 路身不怕 那少年人就说 彭姐姐 走 我们在前边的树林 等这个贵州老苗婆来 欲罗杀一听 你这个白爷婆 请她道姑和少年人 为绵山双峡 他立刻明白 这两个原来就是绵山派门下的弟子 一个叫彭林 一个叫郭奕 那他两个一向就在甘肃 陕西 四川交界一带 就行俠仗义 是恶必除 所以 所以被武林中人就敬称为绵山双峡 只不过欲罗杀 怎么都想不到这个彭林 竟然是位出家人 是个道姑 各位姓公孙的中年人 不用问 一定就其身的铁笔书生 公孙梁 这阵彭林就说 桑老老 在我们胜负未婚之前 你够胆伤害他们主仆二人 我誓必相约武林同道 将你九龙门踩为平地 在武林中除名 公孙梁 请你在这儿照顾他们两个先 公孙梁就说 看来 林女合所托 在下唯有尊重 这阵桑老老都对那四个妹子中的两个说 晴晴 徐徐 你们两个留在这间店 和我看着这个细蚊仔 不要让他扯啊 好了 那现在就有一场好打的了 这个桑老老到时打来的招式是怎样的呢 我没说过的 不过可以告诉你 都挺古怪挺搞笑的 那到时小燕 会不会到时她的脾气顶不顶不顶 打完一份啊 不知道的 如果是如何 明天再说